牙仙是西方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精灵 当小孩子们的乳牙脱落时 只要把乳牙乖乖地放在枕头下面 在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牙仙就会在他们熟睡时 偷偷地将乳牙吊包成一枚闪闪的金币 好棒棒哦 好了啦,我是专马 今天来看一部有点黑童话感觉的恐怖故事会 停尸房收藏 亚伟镇的爆童赵丽派送每日早报 我们并没有听到送包啦送包啦每日早报 这类欢快的叫醒服务 报纸上也没有什么明星八卦 而是当地水域发现不明生物 疯人怨暴动 以及泽湾牙仙依旧在逃 一切气氛都和亚伟这阴语又朦胧的清晨相符合 这个泽湾牙仙是一位变态杀手自诩的肥号 和某庄园的人渣一样 他就是想筹划小孩子心中的美好念想 给孩子们毁童年的同时 也将他们虐杀掉 暴童送包的最后一站是镇上的殡仪馆 他好奇为什么打羹老头从来不收报纸 举起相机对着屋内拍了过去 一双眼睛 大门忽然打开 面前的正是殡仪馆馆长 老头用阴间气质吓跑了暴童 回头继续准备着今天的白活 逝者是一位小男孩 来往悼念的宾客 无不同哭流体 主持完丧葬仪式 老头发现还有个姑娘金辫子没离开 见是一位溜光水滑的小姐姐 老头立刻搭讪 我名门哥玛丽姓黑暗 然后金辫子是个爽快人 对他的非主流ID不感兴趣 看门见山表示 自己看到了殡仪馆的招聘广告 是想来学习学习的 没想到老头显美一笑 欣然同意 这就带他来书房写认知声明 金辫子被满屋子的书吸引 老头介绍到 这里面的书记录着每位死者的死亡原因哦 金辫子让老头给他讲一些故事 我也好了解了解 工作中都会接触到什么的嘛 老头想了想 我刚好就知道很多又扭曲 又黑暗 又酷炫的故事呢 且来听第一个 呼噜噜 我是老头 明远小改改走入了洗手间 门外的田狗依依不舍地被他打发走了 他打亮了一番若有所思 嗯 这地方不错 厕所都很符合自己拜金的品位 小改改从群中套出了一打男人钱包 以及一块怀表 原来他是个小偷 把现金和金表收到内衣里 不屑地扔掉钱包 看着自己鼓鼓囊囊的胸部 以时间优越感上头 哎 这镜子背后是个柜子耶 这么高档的地方 卫生间说不定都有宝贝呢 我还能再塞两卷卫生纸 然后这门竟然锁住了 一时好奇心上头 只见小改改收起刀落 一把小刀轻松地敲开了锁头 然而门还是没有拉开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和他对抗 用尽吃奶的力气 门终于打开了 然而眼前可没有卷指 全都是触手 小改改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悄悄离开 怀表却掉到地上惊醒了小客总 小客总伸出触手 就抱住了小改改 今晚小改改一百个不愿意 还是被折叠打包带走 讲完了故事 金辫子却毫无波澜 这个故事一点起成转合也没有 讲得太一般了 这时候他的入职手续也被老头办完了 老头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教会他 既然从事给人送死的工作 就要相信一个道理 善恶终由报 天道好轮回 万事万物都是平衡发展的 金辫子不信老头的狗屁理论 却还是跟着他开始熟悉工作环境 两人经过走廊 走廊中的老照片 少说也有百八十年历史了 照片里的老头和现在一样 已经是百发苍苍 金辫子问老头到底多大了 老头堂塞过去告诉他并不重要 年白的自己主持了一个年轻生命的追悼会 听起来多么讽刺啊 他带金辫子来到追悼会堂 说我有一个结果比刚才更好的故事哟 胡来啦 又是我老头 一位渣男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高举女性主义的大旗 为一种纯洁的女孩洗脑 他告诉女孩们不感受到落后 道德伦理的拘束 只要愿意 就可以随时随地和自己喜欢的人深入交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 最好安全测试咯 他的传销式演讲获得了一众好评 女孩们纷纷决定参加渣男今晚要举办的 狂野派对 渣男们其实有一个兄弟会 这是一个实打实的骗报组织 出门带伞 不存在的 一位纯情眼镜娘吸引了渣男的注意 他平坚一副好口才 和眼镜娘约了晚上派对见 夜幕降临 派对开始 海皮中的男男女女们都陶醉在一片新天体中 此地 数名年轻男子神秘失踪的报道 丝毫没有影响他们 渣男一贯楚楚来到派对赴约 他和眼镜娘默契十足 玩手一同走向楼上的房间 两人事先约定好 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可惜渣男终究是渣男 他为了一时的快感 趁着眼镜娘不注意 摊废了小雨衣 经过了一夜的翻云覆雨 渣男醒来时已经太阳晒屁股了 眼镜男真是难得的不粘人 倒是在镜子上留下了联系方式 渣男一把抹了上去 嘿 我的受联目标可多了去了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他刚起床就疯狂呕吐 肖夫也出现了一片红疹 在私当的建议下 渣男来到医院检查 你们猜怎么着 这一查就查到了妇产科 经过医生的诊断 嗯 他怀孕了 男人怀孕 渣男怀疑医生没水平物诊 可疑到家又疯狂孕吐 而肚子在一天之内就大到了极点 慌乱之下 他想起了眼镜娘留下的电话号码 还好镜子没被完全擦干 好不容易问到了住址 他还要为自己洗当地找个说法 渣男散步并坐两步就来到了眼镜娘家 接待他的是眼镜娘父母 父母竟然是一脸 嘿 又来了一个的表情 熟练的安置好渣男 准备接生 渣男没见过这场面啊 慌得一皮 眼镜娘反问 不是说好了带小雨伞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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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超级胖 被霸凌 我只是不想再被欺负了 这时候卖残已经不惯用了 眼看孩子要生出来 渣男忽然好奇 到底应该怎么生啊 当然是原路进原路出鸭 嗯 你们懂的 几秒过后 随着孩子的出生 渣男那里炸了 眼镜娘母亲把他要安置到婴儿房 原来前阵子所有失踪的年轻男人 都是白眼镜娘所赐啊 听完这个故事 金辫子拍手叫嚎 表示自己就好这口 此时老头用机关把小男孩的尸体运到地下 两人先来到了防腐室 他要教金辫子通过尸检 倾听尸体的故事 掩饰台上正躺着一具女尸 通过尸体身上的创横 老头告诉金辫子这具女尸 生前具有永久性精神创伤 金辫子发现女尸还带着一枚婚戒 读出了上面克制的 至死不渝 如果死亡也不能分开彼此呢 那就听听这第三个浪漫的故事咯 胡子哥和妻子举行婚礼 当神复婚胡子哥是否愿意娶妻为妻 生死不离 至死不渝 胡子哥陷入迟疑 突然胡子哥梦醒 胡子哥还是胡子哥 可妻子婚后却变成了植物人 胡子哥照顾着妻子的起居 妻子一阵剧烈的咳嗽后 胡子哥用手试探 看妻子是否还有气息 妻子安然无恙 胡子哥眼神黯淡无光 胡子哥偶遇邻居老太太 老太太只生一人 花甲之年也可畅游世界 而胡子哥呢 正知壮年 因照顾植物人妻子无法脱身 毫无喘息之机 每月涨单如流水 年付一年的花费 经济上也不宽余 胡子哥长叹一口气 医生告诉胡子哥 妻子虽然是植物人 但是生命体征很平稳 还能活个一年以上 胡子哥崩溃了 脏蛋 便碰 还有空若无物的衍生 他无法再坚持这样的生活 医生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开了一些止痛药 这样24小时内服用超过两颗 就会有生命危险 胡子哥决定将药搬入食物中 他想生不知鬼不觉 结束妻子的生命 这天 胡子哥精心布置了 跟妻子的烛光晚餐 还为他准备了他喜欢的北极兔 听着妻子生成的呼吸声 胡子哥把药加到糖羹中 亲口为妻子扶下 妻子的手指突然动了 他抓住了胡子哥的手 胡子哥以为妻子好了起来 第一反应就是帮妻子催吐 妻子成功吐了出来 但是胡子哥一时没看住 他就一头栽到了桌子上 正好头部插进了北极兔 一时间鲜血似箭 脑浆奔裂 妻子终究还是离开了他 慌乱之中 胡子哥给医生打电话 问他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可是医生生怕担上责任 就告诉他赶快抛尸啊 看着乡策里曾经的电梯 胡子哥知道已经无力挽回 他开始把妻子装进行李箱 那盒箱子太小 他找来切割工具 巨人刚刚划到妻子 妻子居然诈尸 奋力反抗 慌愣之下 胡子哥操作事物拔出了北极兔 这次妻子真的死了 一不错不不错 那就带着打包妻子去抛尸吧 不幸的是电梯刚好就坏掉了 他被困在里面 胡子哥怒吼着上天不公啊 韩叫声却引来了热心肠的领居 老太太想报警救人 警察来了怎么行啊 胡子哥拼命军绝 他好不容易扒开的分析 再次因电梯震荡被合上 巷子里的血流了一地 寂静崩溃的胡子哥 掏出婚件愤怒一丢 真希望自己从没遇到过妻子 那么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这时 箱子缓慢开启 电梯突然下行 一闪一闪的灯光 营造出诡异的氛围 透过电梯门洞 胡子哥看到了他们小两口 曾经幸福的过往 妻子从箱子里站了出来 化成了骷髅头 他捡起戒指 戴在了胡子哥身上 与他相拥亲吻 胡子哥被警察找到的时候 已经神志失常 嘴里只是默念着 生老病死 致死不渝 金辫子对这个故事结局 不是很满意 多少夫妻大难 临头鸽子飞啊 这胡子哥咋就想飞都不能飞嘞 老人说着人各有命 继续介绍着停尸房 这座停尸房建于世纪之交 那时候没有电力 为了保持尸体的低温状态 前人就建造了横低温地下室 而地下室的核心 就是火化台 小男孩的尸体正准备火化呢 见老人要火化小男孩 金辫子忽然慌了 他面露蓝色坦白道 我其实就是为了找小男孩尸体而来的 金辫子狠狠地说 现实中 坏人总是赢家 这小男孩就是证据 此话怎讲呢 这次金辫子给老人讲了关于他和小男孩的第四个故事 横隆隆 我是金辫子 受有事外出的父母所托 正在照顾小男孩 当夜雷雨交加 小男孩睡得香甜 金辫子正准备自己的晚餐 此时电视插播一条新闻 分人员安保系统被破坏 造成疯子暴动 可能会有囚犯逃脱 警察要求居民锁好门窗 留心疯子 金辫子把食材放入烤箱 他只剩一人出门 看了看外面下着的大雨 却没注意被打破的玻璃 此时电视继续播报 新闻描述了凶手的特征 是几个孩子不幸遇难 还有年轻女性 这些女性都是儿童保姆 新闻刚说到这里 金辫子就看到了和新闻描述的 一模一样的男人闯进了屋内 金辫子尽力地冷静对待 安抚男人的情绪 他好心帮助男人擦拭脸上的血迹 趁着男人不注意 干脆地用绞肉机绞碎了男人的一只手 可惜男人的体格优势太强 金辫子一次次被击倒 在死打之中 男人意外拨通了护主的电话 借机金辫子摇掉了男人的一只耳朵 变成了一只耳朵的男人暴怒 开挂将金辫子被摔在地上 金辫子稍稍缓过来后呢 只听到楼上传来叫声 他一个肩部冲上楼 犯锁方门誓死如归 男和儿还是败给了体型 男人将奄奄一息的金辫子 按在地上 大吼着逼问男孩的下落 这时金辫子脱口而出 你不是凶手 男人受到了一点打击 对啊 我不是凶手 那你不是凶手你搞屁啊 男人缓过神来 一步步后退 这时金辫子抓准时机 将男人推到了楼下 并且给予了致命一击 咋回事啊 电视里插播了另一条紧急新闻 婚人院失踪的病人正是金辫子 他被当地人称为泽湾牙仙 身上背负了12条尸童罪名 而这个男人 原来才是保姆 此时小男孩的父母也赶了回来 到处都找不到孩子 父母来到屋檐缭绕的厨房 只听烤箱叮的一声 他们打开烤箱 你们猜到了吗 故事说完 真相大白 看起来可可爱爱的金辫子 竟然是连环杀手 老头倒也一点不慌张 反而好奇金辫子为啥要来这里 金辫子拔下男孩的牙齿 可是牙仙耶 那战利品是一定要拿的 金辫子当然也不准备放过 知道太多的老头 反手一刀刺入老头的腹部 可是让他往往没想到的是 老头竟然是不死之声 老头应笑的站了起来 突然整个地下室坍塌 而金辫子仿佛陷入了鬼大枪 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殡仪馆的大门 老头用拐杖敲击地板 一本本档案从档案馆内调出 这都是金辫子的劣迹 凌落的档案中爬出了一具具焚尸 这些都是曾被他害死的孩子们的怨魂 善恶终有报 金辫子被撕了个七零八落 别以为死就完事咯 老头分布好金辫子的尸体 他将成为老头的接班人 永远走不出这个地方 金辫子合上了殡仪馆的档案 他对面作者的正式开头的爆童 似乎所有的故事都是金辫子讲给爆童听的 而他也拥有了下一顿晚餐 这部电影非常特别 画面诡诀 恐怖程度不算很高 特别下饭 他以故事里的故事的套玩模式展开 同时 每个故事又有着微妙的联系 和一脉相承的主题 而在讲故事技巧方面 则层层递进 看完会有一种 学会了讲故事的感觉 大主题上 这一个个故事都强调着因果报应 拖到小嘎嘎 被触手锅抓走 渣男烂情不爱戴套 反向怀孕 至死不渝的誓言显灵 让夫妻死了都得爱 而万恶的连环杀手 最终也逃不过无限地狱的制裁 善恶终有报 不是不报 事后未到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出现在开头悼念会上 小男孩的父亲 就是第二个故事里的妇产科医生 也是第三个故事里给药的医生 某种程度上来说 儿子的死 也是他的白银币有果 那么大家的讲故事水平在第几层呢 是像第一个故事 丢一个高概念就完事 还是像第二个故事 结合爱情 恐怖悬疑 还有对实施现象的嘲讽 亦或是第三个故事这种 像个预言 过程诙谐充满意外 结局唏嘘引人深思 还有第四个故事 翻转连连 直到最后一刻都在高能 哦对了 横批 讲一个故事的套路千千万 记住不要小看你的观众 是第一 一条 哈哈哈哈哈 哄分享 哄关注 哄分享 哄关注 哄留言 哄弹幕 哄留言 哄弹幕